夏日的中午,年幼的孩子身上突然着火 一会儿就少孩子就往外跑,跑就在火 然后呢,一百三五就开中,就出来一个困惊动作 挽回了生命,却留下了残疾的身体 他也从皮肤去,去了六分 穿着搭,上巴,衣服,全是鞋,都在动作打开 再后重生,幼小的身体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痛 是什么制造了悲剧,夺走了他们幸福的童年 烧伤的童年,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这个浑身疤痕的小男孩叫王元基,今年八岁 疤痕是一次事故留下的,除了脸部和双脚 王元基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照片是王元基被烧伤后拍下的 幼稚懵懂的面部下是满身的疤痕 变形的四肢和残疾的左手 和王元基有着相同遭遇的,还有一个叫小新的男孩 小新的腰部和背部也被严重烧伤 小新比王元基大一岁,今年九岁 还有一个被烧伤的孩子是小新的姐姐小玉 她的腹部被烧伤一片 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 我们刚才认识的是三个八到十岁的孩子 他们三个都被不同程度的烧伤 小小年纪就承受着生命中不该承受的痛 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照片中穿黄色上衣的小男孩就是王元基 2009年是刚刚四岁 做父母的没有想到 这是孩子最后留下的健康影像 另一张照片中的两个孩子 男孩是小新,女孩是姐姐小玉 三个孩子的命运在2009年8月1日那一天 彻底改变了 我在家做饭,我就淘个米,做个饭 她就叫妈妈吃一碗,一回就回来 这饭烧好都叫我回来 在河南省顾市县黎吉镇的一个村子里 有三户人家一字排开 西边是王元基家 中间是小新姐弟家 东边是一个姓汪的村民家 汪家当时有个七岁半的男孩叫小山 2009年8月1日中午接近11点的时候 王元基、小新姐弟加上小山四个小伙伴 扣在了一起在小新姐弟家玩 就在王元基出门十分钟后 王元基的妈妈听到了几个孩子的尖叫声 小玉小新的妈妈当时在门口的马路上 听到自家院子里孩子的哭喊声 她也跑了回来 小山的爷爷当时正蹲在家门口抽烟 他最早听到了孩子的哭喊声 小山的爷爷连忙冲到隔壁的小新家 发现三个孩子身上着了祸 其中身上着祸最厉害的是年龄最小的王元基 他浑身上下都是祸 小山的爷爷和随后赶来的王元基妈妈一起 扑灭了孩子身上的祸 脱掉了已经着火的汗衫和裤子 然而王元基浑身已经大面积烧伤 四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小山身上没有着火 除了王元基烧伤严重外 小玉腹部被烧伤 弟弟小心腰部背部被烧伤 三个受伤的孩子很快被送到了县医院 王元基的伤情最重 被县医院的救护车送到了200公里外的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元基全身烧伤面积80% 数二到三度烧伤 生命垂危 王元基的父亲王坎是一名农民工 常年跟随施工队在全国各地建筑工地做活 当时还在汶川的灾后重建工地上 听到儿子被烧伤的消息后 他立即动身赶了回来 第二天赶到医院时 儿子的模样把他吓坏了 但是我都还不敢相信 我都不敢相信 那烧伤躺在病床的孩子是我 这是事发几天后当地电视台拍下的视频 王元基浑身裹着纱布 在重症监护室 王元基一躺就是两个月 他就过来 他遗留了很多问题 从左手的五个手指的都 不同程度的都接触 当时我们在成就的过程中 我们就走到十几十几 一瓶废弃的酒精 到底是谁家呢 他是被家 这个一人一瓶 保管不上 生活家又不是娱乐场所 又不是娱乐片 你们会从小孩带着不看我 爷爷手里的大伙计 有没有到孙子的手里 第二次用药 他就没管他 他既然没长 他都没管 他这一点在里面 是谁隐燃了大火 两个小朋友说法相反 谁拿了大火 烧伤的藤年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王元基等人是被酒精烧伤的 当初四个小伙伴 在一起玩耍时 身边没有大人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酒精和火源是哪里来的 又是谁隐燃的酒精呢 导致这个他是被家 这个亿人亿贫 保管不上 没有他那个 把酒精清在医院里面 也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回来打烧物 打烧出来 打烧出来的 他这个 被一堆杀 被一堆杀 这个 他把这个垃圾 都倒了就好 王元基家所在的 故事县以及周边其他县市 冬天吃火锅的时候 人们喜欢用酒精做燃料 几乎家家户户 有酒精炉和酒精 王元基的家人说 事发的那天早上 小玉小心的母亲 在家里打扫卫生 将家里没用完的 一大瓶酒精拿出来 扔在了自家院子里 四个孩子一起玩耍时 当时年龄最大的孩子 小山点燃了酒精 经历了重创的 王元基对此 还有模糊的记忆 事发时的2009年8月1日 王元基 小新 小玉 小山四个孩子 当时最小的王元基四岁 最大的小山不过七岁 王元基说 是小山点燃了酒精 那么孩子身上 又是怎么着火的呢 这个圈是谁发的呀 王元山 王元山 他去代表这里 到人有酒精 我那时候 我只要那是酒精 那是谁 谁点的呀 王元山 王元山就是拿着锅点点的 怎么点的 怎么点的 他跟着跟着 点着就跑了 点着就跑了 王元基回忆 小山用小棍子 在地上画了个圈 浇了一圈酒精 让他和另一个男孩 小新站在圈里 小山先点燃小棍子 然后用小棍子 点燃了地上的酒精 小新因为及时 被姐姐小玉 拉了出去 受伤较轻 而他则浑身 被酒精引燃 对于王元基一家人的描述 小新和小山两家人 是怎么解释的呢 小新的爸妈 常年在浙江打工 离开家已经五六年了 小新妈妈说 他们家里一直锁着门 多年没有人住 家里根本没有酒精 后来我婆婆病 比较严重了 回家 要回家 我就说 准备那天早上 就是刚刚回到自己的家里 小新妈妈说 本来婆婆 也是跟他们一起住在浙江的 事发前 婆婆重病 回来后一直住在医院 他们陪护在医院里 事发当天 她回去准备 把屋里收拾收拾 要让婆婆回来住 她带着小玉 和小新刚刚回到家 她出去找人帮忙 搬家里的重物 没几分钟 悲剧就发生了 准备收拾 但是没有收拾 也没有床 也没有办 就我回家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就发生这个事情 对于王源吉家人指认 是小新妈妈打扫卫生 把酒精 扔在院子里的说法 小新的妈妈承认 孩子是在他们家被烧 但辩驳说 酒精不是他们家的 你说我家又不是娱乐场所 又不是娱乐器 你们为什么小孩 大人不看好 小孩跑到院 我刚回家 你们就小孩带着 玉燃瓶泡了 我愿意把小孩烧成这样 我好好的小孩 好好的小孩 把我小孩烧成这个样子 她在早上 我早上赶紧 十天多回来 她都在家里的 她都在家里的搞菜 她都回来了 小新的妈妈说 她回到家 没几分钟 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而王源吉的母亲指出 小新的妈妈 在事发前 一个小时就回来了 酒精是不是小新家的 两家人的说法完全不同 按照王源吉和家人的描述 酒精是为那个年龄最大的孩子 小山用火鸡点燃的 小山的家人是怎么解释的呢 小山门门 你不是回来了 回来了 上头就算了 这个就算了 我要那个火鸡 我火鸡要他走了 我算他 没火鸡 我再装水道 前来 脱了米了 我说火鸡呢 小山的爷爷说 事发之前 孙子小山是找他要过火鸡 但后来被他要了回来 几个孩子身上着火 是在火鸡要回来之后发生的事 我认为他没在人 他既然没扫车 他既然没扫车都没关 他这一点扔就没点 对于小山爷爷的这个说法 王源吉的家人不认可 第二次就给人要了 他就没管他了 第二次要 他就把这个事实就是隐瞒了 王源吉的家人说 小山第二次又找爷爷要打火鸡 小山爷爷是给了他的 这个情况是事发后 小山爷爷自己说的 他都讲 小贵孩子 妈同时要火鸡 我给躲过来 之后要要 妈不关了 我心想下 才下过鱼没电视 他都讲 才下过鱼没电视 他才下过鱼 就是死嘛 第一次 哪就潮到死 他应不住嘛 在小山家 记者也见到了 刚刚放学回家的小山 小山今年已经十一岁了 火灾中 唯独他没有受伤 小山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很少回来 小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对于王元基家人指认 是他拿来打火鸡 并点燃酒精 小山全部否认 经过烧伤科的抢救治疗 王元基的生命保住了 但他的身体多个部位的功能损伤严重 需要再进一步治疗和直皮 他不得不转到医院的整形科 在整形科 医生给王元基做了多次康复和整容治疗 这个人来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解决他的功能问题 因为这个小孩的话 首先要站起来走路 手要能生殖 然后手要能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他这个最大的一个困难的话呢 就没有皮缘 没有皮缘 我们把头皮扩张起来 拿头皮来做鲜美的治疗 他也头皮已经取了六成 取了六成了呢 王元基出院后 经鉴定为全身重度烧伤 半痕形成半多关节功能障碍 数二级伤残 那就可能是一年失去了一个 生活上失去了治理 也就是一个重痰 就在王元基治疗过程中 另外两个被烧伤的小育小心姐弟俩 也辗转到了驻马店式的一家医院进行治疗 接地中 弟弟小心的伤心较重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直皮修复 小心出院了 但他的身上也留下了大面积的疤痕 小育小心姐弟出院后 为了方便后续治疗 他们的父母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 小心的父亲出外打工 母亲带着姐弟俩住在这里 姐弟俩边治疗边在镇上的一所小学上学 做父母的发现 烧伤后的孩子们变了很多 外面的好多疗孩子都不吃一碗的 人家都是这样 问你小孩怎么不吃一碗 他心里非常内向 他在说发生什么事 他在说 他哪怕你还劈破点 他在跟他讲 他问他 他说 你什么 王元基 小育小心受伤以后 给他们和家人造成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两个家庭也饱受折磨 同时两三年的治疗 每个家庭都背负了巨大的债务 小育小心的治疗花去了家里十万元钱 而王元基治疗费用更高 头一年下来 就已经花去了将近三十万元的治疗费 一下 一出院一算账 花费这么大 当时我一说摔过麦天也能承受得了 其实一下子 把我压垮了 花费这么大 花费几十万 王元基的父亲王侃 一个月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妻子在家种地带孩子 原本日子过得还算宽裕 没想到一场变故 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还欠了亲戚不少钱 关键是这样的日子还没有完 医生呢 都说每年都要做手术 就是今年没去 今年实在没钱了 东西 粮食收一把 只要出来了就卖 三年前的 塞巴里吃塞巴里喝 就像为孩子治病 王元基的家人说 眼下孩子还需要康复和直皮 每年都要五六万元的费用 照此下去 这个家也会被拖垮 那么谁要为今天的后果 承担责任呢 邻居和孙委会出具证词 事实真相 能否得以还原 三年之后 证人却态度反常 你走啊 我一来就走了 法院幻觉 四个孩子 谁该担责 他们的歌口原因 肯定是四个小孩 玩了一些异兰物 烧伤的童年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王元基的家人认为 是小玉小新的妈妈保管不善 打扫完屋子以后 就把这酒精扔在了院子里 而小山呢 从爷爷那里拿来了打火机 点燃了酒精 才导致王元基烧伤致残 导致他们家负债累累 所以他们认为呢 应该是小新家和小山家 为此承担责任 所以王元基的家人 一纸诉状 把他们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们共同赔偿 各项损失 以及后续治疗费 共计72万元 庭审中 王元基家人提供了 三份证人证言 证言是本村的三位村民写的 还有一份是村委会 写给县法院 请求减免王元基诉讼费的证明 几份材料描述的事实 基本相同 小新的妈妈 打扫卫生清理处的酒精 小山找爷爷 要打火机点燃了酒精 导致三个小孩被烧伤 采访时 记者也找到了 做正言的其中两位村民 但他们是远远的躲开了 别走啊 我一来就走了 曾经写过正言的村民 不愿意再谈论 三家人的纠纷 记者来到了村委会 一位村干部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他那个邻居家就是在外面 我公会的打扫卫生 把那个酒精 酒精 一瓶酒精都是打扫车 在他那个洗完垃圾堆 都停边降水 倒在地下 小孩们都在一起玩 一个大一点的小孩 就是打发机 也监着地走 村附带主任的描述和王元基家人 几个村民的描述也基本相同 但作为被告的小裕小新 和小山家人认为 现场只有四个年幼的孩子 这些人都不是现场第一目击者 他们的陈述不可惜 那就是说是王家 就是想 就是编这个编出来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起诉的 起诉书上就是这样写编出来的 又是找人这块 有人证明 因为这人都不在现场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显东教授 欢迎李老师 你好 李老师 我们看这个事发现场 只有四个孩子在场 然后我们对于事情的了解 是基于王元基 还有他的家人 对现场情景的描述 还有村民的证言 我们应该怎么认定呢 这个小孩子证言 我们在政绩学历 或者在事发事件中 它有一个特点 一个小孩一般的不会说家 但是小孩他又往往的 因为他认识问题和判断问题的能力非常有限 又很难把它作为一种 这个完全可靠的证据 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 传闻呀 看法呀 我们都叫传来证据 这些证据呢 那么从我们的经验来看 它很难还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这个本案最大的特点 就是除了这四个孩子 无明示行为能力以外 没有直接的目击证据 也没有其他的直接的证据 那现在小新的家人说 说承认这个着火 这个事故是在我们家发生的 但是呢 他不承认那个酒精是我们家的 说也可能是孩子拿过来的 那么一般清天书上都是这样 叫做谁主张谁举证 这个案中间 说他是他家的也没有证据 说他不是他家的也没有证据 但是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 双方当事人加在一起 一个混合的过错 就造成了最后损害结果的发生 所以混合过错呢 就是原告有过错 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但是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 被告也有过错 所以简单的理解呢 就是原告也有过错 被告也有过错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解决呢 就是还是我们按照这 过错的大小 按照情节 然后呢 让大家都来分担一点责任 那么基本上还是个公平责任 河南省顾史县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认为 事发的当时没有成年人在场 对事故过程不能认定 对于责任的划分 应当依照过错原则 认定四个孩子的行为 是一种混合过错行为 因为他四个小孩嘛 都在一块玩 没有大人在场 没有这个充分的证据 是某一个小孩点着了火 结果导致这个事故的后果 法院判决四个孩子的监护人 应当承担他们监护不利 导致王元基被伤害的赔偿责任 法院划分了四个孩子的责任比例为 三三二二 王元基和小山各承担百分之三十 小玉和小新各承担百分之二十 由此判决 小玉小新家人赔偿王元基十四万多元 小山家人赔偿王元基十一万多元 他们的作口原因 肯定是四个小孩玩了一些易燃物 就是危险品 这些危险品的保管和看管 以及小孩玩这个易燃物 都是监护人都是有责任的 医生判决后 小新的家人认为 小玉小丁也受了伤 他们也花了十多万元的医药费 判决两个孩子各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责任 加在一起就是百分之四十 这样划分他们的责任太重 小新家人不服提起了上诉 因为这个贝中印和贝中心是写弟俩 然后就以这个两个孩子来就是让这个他的法定带领人 也就是说监护人承担双份的责任 我认为还是有不妥的 由于就职烧伤拖延了上学 今年已经八岁半的王源姬只是在上一年级 虽然他学习刻苦努力 但面对今后昂贵的整容费用和漫长的人生路 王源姬的家人还是有些惆怅 小玉小新姐弟俩没有再和父亲去浙江 他们和母亲一起租住在镇上的这间房子里 放学之后 他们依旧是不愿意出门和别的孩子玩耍 和王源姬一样 小新以后也需要多次整容 爸妈期盼他们的身心能早日得到康复 2013年6月4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省开庭审理了这起上诉案件 王源姬在家人的待定下参加了诉讼 另外三个孩子没有到庭 他们的监护人和代理律师参加了庭审 双方正义的焦点 也就是一个就是说 这个货吉是不是王门山拿的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点燃力 这个究竟是不是被冲刑被冲一家 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接任比例法 是有意义 2013年6月18日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二审判决 判决认为 小新家人承担的比例是40% 是因为事故发生地点在小新家中 小新家人不认可家中有一人物 但没有证据证明一人物是其他人带进来的 一审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 责任比例划分适当 关于小新烧伤遭受的损失 因为小新家人一审中没有提起反诉 原审没有处理 二审也不宜判处 小新家人影响一审法院主张另案处理 所以驳回了小新家人的上诉 维持原判 考虑到小新家的实际情况 二审法院免收了他们的上诉费 暑假快要到了 我们提醒那些有孩子的家庭 特别是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的家庭 要看好家里的孩子 不要让他们脱离自己的事件 要管理好家里的易燃物和火源 同时尽可能的交给孩子一些避险常识 让孩子们远离危险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感谢李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